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所以今天我收到網友的電話 我網友是渣花市的六十多 有兩個小朋友都是九八九九好彩 九八九九反而可以逐立申請 如果他要去英國的話 九七前反而不行 還要是賴一下賴一下 就是賴一下我老爸說老母這樣 你只是說這件事 所以覺得很好笑 為何國安法立了四年 今年四年了 2020年了 2019年事件過五年 雨傘運動過十年 How come 還有人繼續走 好了 香港中文大學亞界研究所 每年都會進行一個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意見調查 這個就很值得說了 今天 發現 只有三成的受訪者 表示會願意到大灣區的大陸城市 生活和工作 表示不願意的 是六成半 這個我們不詫異 它最慘的是這個 最嚴重的是這個調查 可以compare with他們同一個調查的 例如2022年 2021年 原來國安市 在疫情的環境下 是更加多人 願意去大灣區發展 工作 或者其他 其他調查一會才說 而是他們現在 反而是經過幾年之後 開了關 那麼多人 竟然是六成五人說 完全不願意 那三成半人說 會考慮 會願意 是不是真的會呢 你說不會的機會就很大了 你說會的 是不是真的會 或者真的有機會呢 都難說 好了 好了 我真是不知道 只要你明明個星期上去 這個調查是2024年2月29至3月19日 訪問了7801個18歲以上的市民 結果顯示僅僅30.1%受訪市民說 有議員到大灣區或大陸城市工作深本 沒有議員呢 六十四點九 六十五個巴仙 很難說 不知道的 這個按鈕的 四點九個巴仙 好了 會不會鼓勵年輕人啊 上去啊 那你會不會鼓勵年輕人上去啊 四十一個巴仙說 不會鼓勵 四十三個二 四十三點二個巴仙 就說會鼓勵 哇 這麼混蛋的 你六十幾個人 說自己都六十五個人 說不會上去 六十五個巴仙 但是四十三個巴仙 說會鼓勵啊 就是自己 就是中彈 為什麼不就騎了 那一班 就是自己不會上去 不過我會鼓勵年輕人上去啊 這麼混蛋的啊 我們 另外呢 有十五點八和九點八 十五點八就是視乎情況而定 九點八就是按鈕的 很難說 問問 喂 會不會對金融發展啊 或者運輸物流啊 或者創科業 有正面的看法啊 大部分都認為 除了運輸業 其實運輸業 是沒有正面的幫忙 都是負面的 就是認為湧入大灣區 好了 那 至於香港對海外創科人才吸引力呢 六十四點三個巴仙認為 吸引力很小 三十三點四個巴仙認為 很小 嗯 嗯 叫你老鼠 喂 你真是沒有嘴巴 真正這樣說 六十四點三個巴仙的人 認為吸引力很小 當中三十三點四呢 就認為很嘴巴 另外也有二十三點 有二十點六個巴仙認為大 三點二三點二呢 是認為非常大 就是講來講去 其實呢 只有二十幾個巴仙 人呢 認為對外國科技人才呢 就是外科創科人才呢 是有吸引力的二十幾個巴仙 明白 那你這些是對比的 你對比呢 喂 原來呢 認為 香港的吸引力非常小的受訪者 比於2022年呢 是升了十九個巴仙點 就是 香港人在2022年都覺得 你都挺有吸引力的 都還沒有那麼稀奇的 喂 現在是香港人覺得得 嗯 嗯 這樣都說 沒有說吸引不了的 我經常都說的 好像青霞那樣OK 不過不是林青霞 是黃青霞 哦 大劑 你那裡答我了 好了 黎智英就國安委粵權提司法複合 這一件事呢 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其實呢 我認為很清晰的 當然國安委是粵權 我就這樣看 不過現在就學清又受教了 三名法官在判詞裡面 這個是 這是複合 當然是判黎智英敗訴 好了 他說國安法條文很清晰 人大常委釋法的時候已經定名 國安委 不受香港任何機構干涉 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行 國安委也都有權判斷 和決定是否涉及國安 國家安全問題 並提到 雖然黎智英一方敗訴 但上述的理據 並非不合理 OK 頒令呢 頒令呢 按訴訟國方 對訴訟國方 就是上方 對評這個基準 去評定這個重規 你說是不是好笑 他說很清晰 就是 人大釋法 說國安委不受香港任何機構干涉 作出的決定是不受司法覆行 國安委也都有權判斷 和決定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 現在首先我們搞清楚 今次這個司法覆核 是司法覆核國安委 建議入境處 不要讓黎智英請那個大狀 Team Olven進來 其實是覆核他有沒有這個權 去叫入境處這樣做 如果抽空來看 沒有 國安委為什麼可以有權叫他入境處這樣做 當然 他這三個官司說是很清晰 我不知道他清晰在哪裡 但是又會認為黎智英的上訴 不是不合理 你上訴是有理據的 但是又很清晰 所以我不批理 我們要怎樣理解 你要記住 這是人大釋法的 你不如叫人大釋法 實情釋法說 國安委建議入境處 不讓Team Olven進來 實情講得這麼清楚 是不合理的 不是 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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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更清楚 現在你說 你釋法都是說 國安委不受香港任何機構干涉 那你不受任何機構干涉 是不是可以干涉別人的機構呢 就是好像那個審計處處長 是吧 就是你現在去到這樣的環境 就是當你 就是我覺得 如果還有一些審計處 我們一向這十年八年對 未必有好感的 就是你判斷而已 就是 應該要欺盛 就是希望他可以辭政些 就是監察著政府 是吧 行公量席 正所謂 我怎知道你會監察別人的國安法 那你 就是我真的想跟夏寶龍和熊哥 熊哥我們講一下 你真的留意一下這幫人 那個人現在在那裡做事 那個人在那裡擦鞋 他說你 合夾駐日 行公量席看人 有沒有亂花錢 就行了 是不是 好了 五一入境 假期 我們回大陸 好笑 怎麼說好笑什麼呢 他說或者需要做新官 測試的隔離 不是所有人都要做 他現在檢測到 如果你有高銷 法制局體溫比較高 就可能要求你做 但是 包括這個羅湖口岸 又或者這個 黃江口岸 都是類似這樣的回應 他說如果直接發現陽性 其實 倒是不會虧限你的活動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我就要問一下 為什麼 五一已經上去排氣 很久了 壓外了人次搞空間 做這些 他說 為什麼呢 其實極其量呢 極其量 都是事後聯絡回來 提供一些醫療資訊 是不會強制你們去看醫生接受治療 也都不需要接受隔離 簡單的說就是抽查 但不僅僅限制這些活動 即是煩做事 這句不是我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正正是在這個國家疾病健康局 4月26日發布 他說要做好2024年5一架 及春夏貴身冠病毒感染等重點傳染病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為保持全國疫情 整個總體平穩 確保人民群眾健康平安過節 各相關單位就需要做工作了 通知要求說明 譬如境外 你們就要做多些防控 要求各地各部援把身官的重點傳染防控 擺在特殊位置等等等等 譬如加強旅遊和疫情控 加強傳染病醫療救治控 加強重點機構疫情防控 加強擔心預警 簡單的說 不夠控 簡單的說 即是人流多 於是乎怕病會發 有人一句話而已 那於是乎全國衛健委員會這樣 嗯 要做出段事 出段事下來 嗯 可以 426號出 那現在這樣就說 原來可能會什麼 但是 定一點 派定的定心願給你 總而言之 你現在這樣 下一個時間 你現在就這樣 你叫做什麼 就叫做什麼 沒關係 不會關掉 不會關掉 不關掉 所以 所以 你想起來 即是說 我只是想講一件事 人家看這些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你見到別人是這樣的 喂 既然你 國家衛健委 國家衛健委 叫阿大叫到 也要做的 國家衛健委 一出個通告 做了事情 那你各個關 就要做事 給別人照片出 整個大白條 通一下你 是吧 那你們就給別人通一下 就這樣 就做了事情 通人下面 他就通你鼻孔 是啊 這樣就做了事情 上面 他吵嘴了 誰想知道 喂 你這些 醒目 沒有人去做加零一 今天他派去 給醫療資訊 是吧 給蓮花青蚊人 好理想 蓮花青蚊不用錢 收你錢就行 喂 喂 如果你說香港要這樣做 就大了 人家自己都看 黃光口岸也好 什麼都看自己被捕的 另外講開這個疫苗 阿斯利康牛津大學 終於承認旗下疫苗 可致罕見的副作用 就是血栓 OK 面臨十億的賠償 講了講了很久 其實我們一向 我有看這些新聞的 但是終於 今次就是藥廠在庭上首次承認 亦都可能因為這樣承認 就會有些個別個案要作出賠償 其實阿斯利康都說 願意為其承擔和解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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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有關的法律費用 好了 和解 都是那樣東西 好似有些不打疫苗的人都很開心 是不是 老實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的大家都知道 問題是很清楚的 現在疫苗的確是救了很多人 但是 在個別人事 這裡有例子我不講了 是真是因此而 喪命 不是說 他心痛兩下 是死了 OK 那就是說 整個人 是在藥廠 不要計算利益 你說這個疫苗 幫到 我們救了很多人 減輕的 醫療開支 減輕的 為什麼呢 就是人生醫院 但是 事實上也真的有些人是不行的 那為什麼你是要 逼人來呢 甚至乎 不打 不打 譬如我去看醫生 醫生認為我真的未必適合的 就拘捕了醫生 這個其實不只是香港 在美國也是出現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 今天有些人跟我講一下 說我不開名字 說誰都變了 變了左腳 我又不覺得 就是 他一向都多變的 就是有些道理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說那些 否則又over了 我們要on time 因為我真的要去看 話說話 我昨天才講完 說這個 九龍城寨子圍城 在大陸 他不知道排得8%遠線 但是不是那麼好 但是 但是 慢慢慢慢 做了幾天之後 昨天說 一千萬 原來現在 做到後備創出 六千萬 預期 即是未開話 在大陸就過億了 現在 分分鐘看他 十億八億 甚至乎 希望會再好些 我沒有看過 我不特別的 我只是想爭反一口氣 因為這次真的 雖然都是有 我們偉大祖國的資金 但是全部在香港拍 香港人 香港幕台前幕後都是 喂 做回一場好戲啦 休息一會